嗨 大家好 嗨 明道 你好 你好 嗨 大家好 送一下礼物 送一下礼物先 送我了嗎 對 首先這個Dreamgirls送上這個 親筆簽名的專輯送給明道 那明道你要回證一下你的專輯 來來來 我要回證我的專輯 我不要送你 我要送給敏晴 哇塞 怎麼這樣子呢 因為他們兩個我都認識 也都合作過了 結果敏晴沒有 所以我要把今天的重點放在他身上 把這個放電的焦點鎖定在敏晴身上 對不對 我剛剛在下面聽到了 是不是專輯裡面有你們的寫真 有 有 官導寫真 你眼睛發亮了 我不止我全身都發亮 全身都發亮是不是 不過聊一下明道你 好像跟這個Dreamgirls呢 我先幫你們保管一下專輯 等一下再幫你們拍照 好不好 先讓你們比較方便 好 要聊一下這個彼此的淵源嗎 怎麼認識的 我跟裕芬 最早認識是裕芬對不對 對 第一個認識是裕芬 我們那時候拍一把傘的MV的時候 他把水潑到我臉 對 你這麼壞 對 哇 李裕芬 導演可能 導演要求 導演要求 是嗎 我記得好像是你跟他說 欸 我可不可以把水潑在明道臉上 這樣比較有張力 沒有啦 那時候就是拍MV 我好像跟也是有淋雨什麼的對不對 你有淋嗎 因為有一把傘啊 你有傘 但我們沒有啊 你們淋雨 我們淋雨 你有傘啊 我有傘 OK 所以明道跟李裕芬是183 Club的時候拍MV就認識 那你跟雪芬最近好像也有交情喔 跟雪芬是最近上兩個禮拜吧對不對 對 上兩個禮拜我們拍我的MV的時候 突然好做愛他 對 然後聽說在現場你一直電他是不是 他一直電我吧 沒有 他是漏電機好不好 你知道我今天來的時候突然發現 哇 我很少看到就是 因為我們是男生 對 就是你知道很少看到現場 那麼多男孩子的粉絲 然後我就心裡面在想 我突然有一種感覺就是 喔 原來以前有 就是女生來幫我站台 或是女生到我的舞台上是什麼感覺 對 因為你會感受到攻擊性的眼神 有嗎 對 你看 因為大家很羨慕明道 你看 攻擊了有沒有 攻擊了 攻擊了 馬上大家可以攻擊我 對 我就剛剛 我就剛剛都突然感受到這個 哇塞 我覺得很酷 對 回家要小心喔 對 我回家要小心 回家要小心 我有車 我有車我馬上就直接會離開 馬上就倒車離開 對不對 所以呢 明道希望這個下一次的主打歌 能夠指名跟米琴合作對不對 當然啊 就差你了 喔 所以明道也是要一次把這個Dreamgirls的三個漂亮 要讓女生都有這個合作的機會 沒有 因為他們三個人 我覺得真的很棒 棒啊 就是雪芙 就我們拍的時候就不用說 她整天都是保持一個很開心的狀態 我覺得這很難 因為一般女明星通常會早上來會這樣 然後拍一拍這樣 然後到中午又這樣 又開始 對 她會這樣 可是沒有 雪芙一整天都要一直跟我們玩遊戲 很帶電 對 有 我記得我有跟他們 因為還不熟嘛 然後導演希望我們可以熟識一點 然後我也不知道怎麼聊天 所以我就把我就是家人跟我玩的那個邏輯遊戲 跟她玩 結果她生氣了 哈哈 因為她猜不出來 所以到最後她生氣了 還蠻好笑的 不是很難猜 很難猜啦 原來妳那天跟我聊天是導演叫妳聊的 沒有啦 怎麼會呢 又生氣 又生氣了 妳別這樣 妳走錯方向往這邊走 喔 往這邊走 對 找到比起真律分就對了 對